BB快出生了,不如跟你聊聊餵BB的事吧 很多媽媽都很著緊BB吃得夠不夠 那你認為BB怎樣才吃得夠呢? 如果BB吃得多,大小便自然就會多 所以你要留意BB每日濕片的情況 只要大小便的數量正常,就不怕BB吃得不夠了 以頭一日為例,因為經過了生產如此勞累的過程 BB都會很累,頭一日會經常睡 不過最少都要吃到三至四餐 到第二日,BB就會醒很多,吃奶也會頻密很多 但如果BB吃到你的初雨 第一至第二日會排出一次兩次生物綠色的胎份 和一至兩次的小便 到第三至第四日 大便便會隨著日子轉顏色 由生物綠色變成啡綠色 然後由啡黃色變成黃色 還有些粒粒 而小便濕片的次數 也會逐漸增加至至少三至四片略重的片 在第五日的時候 BB就會有相當重量的濕療片 例如好像有三湯匙的水在療片的感覺 和小便濕感 BB出生頭幾日 很多時吃完一餐 一個多小時又會開始下一餐 尤其是晚上吃也好像吃不夠飽 令到媽媽會擔心自己是否不夠奶給BB 其實BB默默吃 會刺激媽媽製造更多汗耳目 製造更多奶 所以媽媽可以按著BB的需要去餵捕 上奶也快點 還沒那麼容易焗奶 接著跟大家講解一下 有關於奶瓶和奶嘴的使用 打算埋身餵人奶的媽媽 可能會覺得用奶瓶也不關自己的事 其實無論你是餵人奶還是奶粉 都需要清楚知道如何正確消毒奶瓶或器皿的方法 因為餵人奶的媽媽有時候都可能需要補奶 又或者上班之後都可能需要用到其他餵捕方法來輔助一下 BB吸絕奶瓶和吸絕乳房是用著很不同的方法 如果在出生初期就用了奶嘴或者奶瓶來喝奶 就有可能影響她正確吸絕乳房 所以如果因為一些原因暫時不能直接餵捕母乳 助產師可能教你用杯子來餵BB 出院的時候助產師會因應你和BB的情況 再教你用最合適的方法去餵捕BB 但最終我們都希望可以幫助到媽媽以傳人奶 直接餵捕母乳給BB 要餵奶順利 準備的功夫是需要的 媽媽需要跟家人溝通定你怎樣去餵捕BB 家母的分配等等 有需要的時候要找人來幫忙 而幫忙的人也要明白你的想法 對餵奶要有多些正確的認識 例如怎樣知道BB吃得夠就能夠給到支持你 也可以跟家人溝通減少客人的到訪 那你就可以多些休息了 因為頭兩三個星期 有很多BB都喜歡晚上頻密吃奶 所以媽媽在日間BB認識得梳的時候 就應該爭取時間休息了 如果找不到人幫忙的話 媽媽都可以考慮減少家務的 各位在職人媽媽 你們打算產格之後 怎樣安排餵奶呢 我們鼓勵你看一下 關於母乳衛部友善工作間的資料 在我們瑪麗醫院 將產前卡上面這個QR Code 其實現在香港已經有很多機構 推行母乳衛部友善工作間 你可以嘗試回公司和上司聊一下 表達你自己的意願 亦都令到公司、上司、同事能夠和你的協調配合 支持你繼續母乳餵母BB 不如現在等我們用公仔試一下 順便溫習一下 餵母乳姿勢的重點 請留意以下的片段 當我們準備餵奶的時候 要餵自己一個舒適的位置 因為可能你一天會餵8至12餐 必須有一個舒適的椅子 可以準備一個枕頭 或者你準備一個cusion 讓媽媽可以坐直 兩邊手要有承托 當媽媽坐下之後 看看高度對不對 如果發現你的腳要這樣丁起才夠高 可能這個太高了 可能要加張小椅子 如果夠高就不需要了 我們看看怎樣抱寶寶 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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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承托着她的头 但是我们带了她来之后 她是向着妈妈 承一直线向着妈妈之后 我们中间的距离是要靠 BB的胸口是对着你的胸口 中间不要有其他东西 譬如手仔 如果她放在这里的话 可能你要拿开它 下面那只手仔都一样 如果有很多包皮 都要割掉它 薄薄一件衣服就OK了 我们屁股夹着BB 有一个格子夹着BB的屁股 就是在虎口位 托着她的颈子 让BB的头是向后仰的 当你发现原来BB不是 是头是跌低了向前的话 可能BB就放得太高了 你可以将BB大落一点 如果你是承托着她的位 她应该是可以向后仰的 她向后仰了之后 她对着妈妈的预防 就是应该一个鼻尖 对着妈妈的乳头 她应该是这样的 好 当抱好BB之后 不觉得BB有点重的话 我们可以用一个枕头 或者胃奶枕 或者毛巾卷 去承托BB的重量 放在这里下面 好 准备好之后 我们如何引导BB 抹大口就是这样 好 可以看一看 如果BB不是抹大口的话 我们可以用鱼头的地方 碰碰BB的上唇和抹下唇 这样引导她 好 我们要留有空间 不要压住她的嘴 留有空间 让BB有空间 让BB抹大口 有位置 他抹大口 好像现在BB那样 整个嘴抹大了 如果她的嘴抹下唇 我们可以将BB 带到乳房 记住把BB带到乳房 而不是将乳房 带到乳房 带到乳房 再来 我们引导她 好 如果BB抹大口 舌头掉下唇 这个时候 其实妈妈的乳头 应该是指住了BB的上额 这个时候 带她过来 BB的下巴拧先 先去下唇 先去下唇 下唇 碰到乳头 底部 对外一寸 的地方 BB下唇 先去下唇 然后上唇 就是这样 这个BB看得不清楚 我们转去 一个木偶公仔 看得清楚 木偶公仔 好 接着 妈妈 就 喝BB BB可能 不是抹大口 我们用鱼头 这样 掃一下BB的嘴 掃一下BB的嘴 留有空间 让BB 抹大口 抹大口 应该是这样的 嘴 抹大了 鱼仔 是跌下来的 然后 BB的上额 是对着 妈妈的乳头 这样 然后这个时候 妈妈 就把BB 带来 下巴仔力先 下唇 先碰到 乳头底部 对外一串 这里 然后 再到上唇 带来 这里很清晰 看到BB的嘴 是覆盖多一些 下面的乳魂 上面的乳魂 可能会外露多些 下面的乳魂 是完全覆盖的 BB就是这样 带了妈妈的乳房 对了 怎样才是一个良好的吸着呢 看看BB的姿势 首先看清楚 她的嘴 她的嘴 现在是抹得很大 看到吗 她的下唇 是反了下来的 而她的下巴仔 也是紧贴着妈妈的乳房 上面这个乳魂 是有点点外露出来的 而她吃奶的时候 她的面猪是脏糊糊的 完全没有粒陷的情况 而妈妈 完全不会有痛的感觉 而节奏方面 初初是浅而快 之后会变得深而慢 为什么呢 因为初初 妈妈的喷奶反应未出的时候 奶量不是很多 BB就会有浅又快的吸着 去刺激妈妈的喷奶反应 当喷奶反应出了 奶出得多些的时候 BB就会有很多奶去到她的口 而吸着的节奏 变成深而慢 而rool 当BB吃到奶的时候 她流马時候 让她都很放鬆 很满足 她的眼睛 脏的眼睛太小便黏 好像睡觉 手脚都放完 如果有需要 你也可以致电马例医院母语热线7306-9687 或者预约母语育婴顾问诊所解答你的疑问